黑色轎车才刚往前开 聆听马路旁准备倒车 停进路边停车阁 没有想到一个月后 居然收到这张罚单 因为并排临时停车 被后方车辆检举 不只开罚六百元 更因此被祭奠 一看到这个罚单 我真的是很傻眼 停在前面的车子 准备要做倒车的动作 结果他就把我拍成 那个画面 站在那边等待做这个动作之前 他就把我拍成一个并排临时停车 然后去检举我 重回事发现场 就在台北市内湖区 投诉人好冤枉 只是像平常一样路边停车 怎么会无缘无故被针对 这个金额不多 但是六百块的金额 但我觉得花了这些 额外要浪费这些时间去申诉 浪费这些资源 我觉得非常的 是确实蛮困扰的 为了要找出真相 驾驶向裁决所提出申诉 警方也表示如果查证属实 将会渐请撤销 目前的名额 我们还没有收到这个民众的 申诉资料 那后续的话 我们会依据他的申诉内容 然后来检视影片之后 跟他所提的一些证据 然后会来做后面的采除 无论是假日还是平日 车格总是一味难求 如果被检举减负收费单 或是相关影片 左阵有打方向灯双黄灯 就有机会可以撤单 但是方向灯可不是免死金牌 如果停车场已经爆满 或是故意并排等车位 就是明显违规 可别为了一时方便 吃上好几倍罚单 实在划不来 3CW的陈宇小王家和杨欣怡 台北新闻报导 在镀举尔全家庭里的兴论 在镀举尔全家庭里的兴论